141 新聞晚報 冷藉十年從珍奇古矛頭直指蒼蠅老虎 2015年7月15日文體新聞A21 今年鄉市春晚上的三個反腐小品引起熱烈反響 文藝界反腐題材創作近來草言聲溫 電視劇黑洞製片方金英馬影視公司宣布 將把黑洞改編為電影《搬上大銀幕》 可謂打響了影視勸呼應反腐的第一槍 反腐電影《黃黑公安》見上映後 更是令人震龍發揮 上月,反腐題材畫劇鏡中人在京公演受好評 近日,大型反腐題材電視連續劇打虎上山又在西安開機 矛頭直指潛藏在層層迷霧之後的大老虎 近日,反腐題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在北京 將調開了劇本創作專家研討會 引發高度關注 破禁開播信民心營警隊長後海不試海等劇 連續破禁開播 使攝判劇重歸 盈平黃金當成為事實 盈平反腐題材聲溫無疑是令人觸目的 一時因為反腐已成為當下黨心 民心所向的熱門話題 中央反腐力度之大 行動之堅決前所未有 面對當前轟轟力力的反腐鬥爭 文藝作品確實不該決位、不該沉默 二時至2004年當時的廣電總局對涉判劇進行嚴控 並規定不得進入黃金當後 反腐題材隨之沉積了十年之久 文藝創作如何適應當前反腐鬥爭形勢的需要值得研究 由許多領導和專家參與的人民的名義研討會 透露了有關反腐題材的重要信息 該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掛稅 強大的創作班底和製作團隊為該劇保駕護航 編劇周梅心說 鬼子打夠了 愛也愛你了 關注現實罷 看看這場反腐的生死較量 活著總要有點精氣神 人不能總沉滅於虛幻中 願你喜歡這部劇 導演李盧雪 腐敗是全世界的公開 反腐不是中國特色 政治劇也非中國獨有 反腐劇重燈形平時時代的需要 百姓的心性 我將一如繼往地延續關注民生 洞察冷暖 蠟燭當下 反映時代的創作原則 把這部劇拍成有品質的反腐力作 加強力度寫反腐今年在央視春晚登台的三個反腐題材小品 上升 是由幾位領導幹部提供的反腐素材 而這次 將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 亦是日清 同樣得到了中紀委的力挺 有著強烈的現實關照性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師師 獎理經勝說 我們的任務是 每年電影最少一兩部 電視劇最少兩三部 而且必須是精品 要有今天的時代特徵和當下 眼前 現實的人物 事件 中紀委也要拿一部劇 讓我們推薦作者 我們推薦了周梅森 張平 劉和平三位 為什麼推薦這幾位 這類題材者幾年作品少 不僅因為政策限制 不上黃金當有投資風險 還因為這類劇不是誰都可以寫的 不像生活劇 偶像劇 家庭情感劇 那麼容易寫 它本質上是政治劇 既懂政治又能用藝術方式來表達 而且符合藝術規律 這樣的作家很少 故全大局不添亂 這次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推出的 三位編劇都是重量級的 可見寫反復題材劇任務監據 並不輕鬆要站在足夠的政治高度上來 表現這一現實生活的重大題材 要成為引發人們深刻思考的型品大戲 成為照寫人性 竟是人生的一面鏡子 1995年 《綠天明》編劇的蒼天在上市最早問世的反復劇作品 之後出現了國家公訴大雪無恆絕對權力省委書記忠誠 《紅色康乃興》等劇 其中不乏刑評力作 2000年 反復題材電影生死缺責票房過億元 成了當年的票房冠軍 這些例子證明 優秀的反復劇能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 然而 人們同樣不能忘記 10年前 反復劇和《施胖劇》之所以同時推出形平黃金黨 原因之一就是這類題材一度氾濫成災 有些氣打著反復氣號擴大了對一敏面的描寫 由此產生了社會負面效應 如十多年前的反復題材劇黑洞橫空出生後 就一波風地出現了一系列黑字號電視劇 尺度愈來愈大 場面愈拍愈黑 不僅無益於反復大局 反而添亂 此一教訓應該記取 本部記者如亮音 平和尺度 雙方風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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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飢養 雙方風地出現